這是我的機會證明 湯姆霍蘭德 飾演年輕版的彼得帕克 但就怕什麼都不熟 會失手 沒關係 鋼鐵大叔來教你 有像試試或訪問嗎 我不會做任何事情 我一定不會做任何事情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地方 那是你所擁有的 好嗎 這不是一個招呼 我只是拿著頭給你 好 孩子 好運氣 全片調性幽默風趣 被稱為漫威史上最棒的劇本 不過小蜘蛛人也透露 最想合作的英雄 其實是他 我認識你很多超級人 所以謝謝你 那怎麼得了 內戰時蟻元可是美國隊長派 自己則是鋼鐵人派 正當所有人討論 雙英雄會不會一同要上螢幕基站 大家卻忘了他 雷神索爾 當然是我和Dara 雷神索爾不但沒參加內戰 也久久未出現在螢幕上 但他一點都無所謂 因為十月就是他的天下 重返螢幕的還有變種人死世 這一次化身成保鏢 今年各大英雄回歸 但漫威卻丟出震撼彈 復仇者聯盟3會有英雄死掉 復仇者聯盟4也會有英雄 要跟觀眾說再見 不透露是誰 但大多猜是美國隊長 或者是鋼鐵人 兩人飾演英雄角色 將近十年有意退休 英雄迷欲哭無淚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 只能交給時間介紹 記者黃水瓶關你 看不透